意外总是来的那么突然 你说我救六号吧 没救成 把人给救没了 当四号开门呢 门没打开 还把自己打进去了 这都什么事啊 就连逃跑的时候 都能被脑瓜子给扳倒 我这 我这 我这连打这么嗨呢 总结一下 问题不是很大 是为主角 从哪里跌倒 就要从哪里爬起来 这次咱们直接走下路 不走上路 看看还能有啥 阻止我去 罪了 罪了 真是罪了 刚才那里直接掠过 现在 现在 只剩下眼前这个障碍了 跳 勾引一波 就这样保持节奏 这不很轻松 很简单 便再次摆脱老鼠了吗 追上来也别怕 冲 出口就在眼前 哎呀我去 门哪 搞错了 搞错了 刚刚是我搞错了 没关系 我们再来 冲 进门 关门 老鼠进不来 我们也算是过关了 但是 诡异的事情 也在这会儿发生了 因为当我走出这个房间 外面的场景 简直是让人有点大惊失色 原来除了三号以外 还有其他的变异生物 而且在我进来的前一秒 就结果了一个医生 索性我是晚进了一秒 要是再快点 估计我也没了 不过这个游戏嘛 现在只是试玩玩 后面到底还有什么怪事发生 谁也不知道 所以只能等游戏更新 才能有所了解 试玩版在今天算是彻底的结束了 有好玩有趣的游戏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或者私信我 我们下个系列见 拜拜